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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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 就是揮別了那些陰暗的時期 在中世紀為止以前其實 仙國時代其實一直都是在戰爭 所以大家生活都是 在一個憂慮的這個過程裡面去度過 所以在中世紀的佛教的世界觀裡面 有講到淨土思想 所以這個Ukiyo的Uki 一開始是寫成憂慮的U 就漢字 可是慢慢的發展以後 經濟上起來了 那丁仁的地位 意味 從下面開始慢慢提升了以後 那麼這個經濟就發展 提升了以後 其實那個U的這個部分就比較少一點 然後這個Uki就變成福 福式的這個福 所以這個在現實上 基本上還是要以經濟來做一個後盾 在中國從古代至今你可以看到 中國的文化的發想地在哪裡 一定是在江浙那一帶的 那為什麼會在江浙那一帶 其實滿簡單 因為江浙的這個怎麼講 物產豐富的 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 跟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就是稻米 我們人要吃到 東方人 中國人 日本人 台灣人 你們都吃米 有沒有 這個米的發想地有很多講法 可是產量普及最豐富的 就是江浙一帶 所以江浙一帶可以說是 孕育中國文化發展最重要的一個area 這沒有人會反對的 沒有人會反對 為什麼 因為經濟起來了 我們把這個道理轉到日本去 其實也是一樣 當他的經濟發展 當他的這個文化的要素 一直往下到平民去普及的時候 整個就起來了 那大家除了能夠溫飽以外 就會有一些我想要學什麼 我想要了解什麼 我想要做什麼 這時候所出現的就有一些文學藝術作品 也就是人就跑出來了 作品就跑出來了 藝術的不同的一種做法制度就跑出來了 那這是在原路文化裡面 我們要一個一個來跟各位介紹的一個地方 有power find 讓各位也稍微來看一下 這裡面我們提的 浮世裡面其實有很多 丁人文化裡面 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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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海界 歌舞伎 絨路理等等 那麼歌舞伎跟絨路理其實上個學期我們大致也有介紹 我們再來覆習一下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個PowerPoint就很清楚的 你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這個一開始 大約是在十七世紀的初期 那麼一開始其實是歐五尼 歐五尼這個地方 帶動了這個以女性為主的一個歌舞記這樣子 但是就是有所謂的買春賣春的 這樣一個不良的風史出現 所以幕府就禁止了 禁止了以後就改成美少男去當主角 這個叫做我加修歌舞記 這也有問題 這也有問題 所以最後這個被禁止了 所以又被禁止 禁止以後就找了一個 這裡寫成Yaro 就是男性的 應該像我這樣的叔父 大概就沒事了 就不會有那些問題 Yaro Kabuki 主要就是去演 演了以後大概比較風平安靜 就這樣定下來 所以這個歷史其實很久的 如果以十七世紀到現在 其實算起來將近有四百年的一個歷史 各位看一下到目前為止 其實整個過程都有很多 za 這個東西做 做 表演的那個什麼什麼做 這個是東京早期的表演的一個叫戰 這樣的一種很珍貴的一個圖片 歌舞記的舞台的一個配置 其實還相當的複雜 那這個是舞台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舞台 那這裡有一個花道 兩旁是坐著客人 兩旁是坐客人這樣子 然後它有一幕一幕的在演出 中間有休息 所以出現了一個叫做幕内 幕內有沒有 幕內 就是休息的時間 那這裡面還有所謂的 幕内有寺 面有寺就出現了 就是日本的面有寺 方便吃的地方帶進去 那譬如說最近 其實這個最近才東京的營作人歌舞記 重新整修好而已 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去做整修 這個跟建築學非常有關係 很特殊的一個建築 那再來我們就看 有寧英雄、優如理這樣子一個造型 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祖本義太夫 他是一個這個領域的一個代表人 那這是一個他的一個幕 那我們回過頭來 這邊還有一些人物 我們看101頁這裡面 原路的這個文化裡面有很多多元的東西 比如說錦原西赫 他是在烏京售喜這個部分 他其實他是很有名的 還有一個是海蓋 把日常生活的一些點點滴滴 作為他作品的一些素材 拿出來開始寫所謂的 烏京售喜這樣子的一種作品 比如說那個日本勇戴帳 世間雄算用等等 其實是在描述丁仁的一些作品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跟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經濟的發展是有關的 那另外可能跟一個 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的這個倫理 也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錦原西赫他的作品 在反映出來是一個非常現實的 平民文化的一個 這個反映的一個作品 更有名的是那個 好色一代男 好色一代女 好色五人女 這個叫做高職者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色不是色情 這個色是什麼 是一個美的意思 美的意識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那個色呢 當然有部分是 比如說這個優理 把這個優理當舞台 優理其實就是 就是男性去玩樂的一個場所 去描述這樣子的一種 令人生活 所謂的好色這個部分 也是有 也是有 我們經常說其實那個商人賺了錢以後 會到商場 會到那個聲色場所 去做所謂的 男人很壞 做了解釋叫做逢場 叫什麼 逢場作樂 那或者是成龍講過的話 換了世界男人都會換了錯誤等等 這都是男人為自己的 做錯的事情 不承認去做辯解 而跑出來的一些話 但是我要強調這裡面的色 絕對不是只有這個色情的意思 在這裡 其實這個好色的色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色彩的色是美意識 各位你們有沒有覺得 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舞台也好 燈光也好 日本人穿的衣服也好 還有你去看他們對視聴手 在製作某一項東西 都達到非常催毛求恥的 龜毛的地步 所以做出來我們看到傻眼 我們看到了會目瞪口呆說 怎麼可能做到這種進階 那其實潛在醫師裡面 文化傳承的要術裡頭 有一個美意識出來的 那這裡面就是色 所以很多顏色 調出來的顏色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調的 甚至於人類在科技這麼文明發達之內 它去製造出來的色光 不得了 因為上次我記得已經好久了 就是那個Sky Street 各位知道嗎 出來以後晚上 你可以看那個燈打出來 是多麼的柔和 可是那個燈的學問確實很大 那我突然在飛機上看到那一篇報導 講燈的事情 我就把它抠起來 應該是一年前 我把它當作翻譯的教材 有沒有 有吧 因為它有修翻譯的課 我翻譯的教材在看那篇文章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我原來那個非常專業 不是那麼簡單 能夠把那個顏色給挑出來的 我想那個也就是回到 所謂好色一代藍等等那個色 其實是Keymousibizuk 而不是只有色景的色好不好 我想這個概念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麼這裡面其實因為好色 色所謂的叫做食色性 中國人也講嘛 吃飯跟這個色是本性 所以對於金權或者是色欲等等的一個描述 其實大家都很有興趣去看的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不用避諱 講到誰會賺錢 為什麼賺很多錢 大家都會想要去了解 那麼講到這個女色 男孩子很少沒有動心的等等 那麼描述這個女色的一些作品 不一定是說男性 也許女性他也想要去看等等 所以就造成一個怎麼講 很普及的一種文學的一個作品 而且它描述得非常的尖銳 所以帶給一個算是文化的世界裡面的 一個新的潮流吧 可以這麼說 所以這個文藝的一個作品 在武士跟平民的階層裡面 還出現了一個叫 叫絵紅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個也很重要 那第二個人物是松尾芭蕉 我想松尾芭蕉各位應該比我更清楚 我只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就是他是一個技型文學的重要人物 技型文學 各位也知道他其實有很多作品 但是代表作之一有一個叫做 《奧古の細道》這樣一個作品 那他走到哪裡 他其實就是會把它記錄到哪裡去 也許是用還該的一個通俗性的角度 去把它做一個這個記載 那同時他的作品裡面還有一個 他具有一些禪的味道 就是禪血的味道在裡頭 比如說之前我們講到茶道裡面 提到沙米、雅米這些東西 極淨的東西 還有是塩梨、軟米等等 這個其實是一種美學 是那個海界的一種風景 是一種美學的一種意境 這是他的一個自己的一個格調就是了 所以又被稱為這個所謂的修夫 或者是另外一個修 就是巴修的修 交方 這是滿重要的一個他的出現 這個人物也是很重要 第三個我們再看看跟各位介紹 他其實是武士的一個出身 可是這個禁松門、左衛門 他還有另外一個稱呼叫做日本的莎士比亞 也是這樣子被稱呼的 所以他尤其是在腳本、脚本這個部分 在日本是相當火藥的 不管對於歷史或現實社會的一種描述 他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那比如說他曾經有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我想家喻戶曉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作品 叫Koksenya Gaksen Koksenya 各位知道這其實就是鄭成功 那鄭成功 這個應該是這個姓 但是他們這個 Kikama Tzu Monzae mo 刻意去把他寫成這個性別的姓 據說他寫完這個劇本以後發現 有一點偏離鄭成功的史實跟歷史 那順便他也要強調說 我這個Koksenya Gaksen 是以日本為主的一個作品 所以來想要有意去區別 鄭成功的那段歷史 因為既然不像 那我就刻意把那個性能改一下 所以Koksenya Gaksen的那個性能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由來 不太一樣的 還有很多叫Shinju Shinju就是那個私奔以後 然後怎麼講 叫什麼 殉琴 殉琴的這方面的作品 其實也蠻多的 請各位打開103頁 我們繼續上個禮拜的課 上個禮拜我們提到 這個Chikamatsu Monzaimo 這一位脚本的一個作家 靜松門 左衛門 這一位人物 這裡面其實他是一個 五世的家庭出身的人 所以後面我們延伸出來 就介紹五世道這個名詞 五世誕生於 鎌倉時代 差不多一千兩百年左右以後呢 五世的階層就出現了 一直到這個我們現在講到原路這個時期 也就是德川中期的五世道 延伸了很長的一段所謂的五世的社會 在日本的這個國家裡面 那什麼是五世道 我想大家大概有一個初步的一個概念 或者是輪廓 基本上他是有一個倫理上的一個規範 五世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來講 一個是忠於自己的祖君 所以他是要接受教育的 忠是他最重要的一個精神所在 那這個忠從哪裡來呢 忠的這個思想會跟傳統的儒家的這個思想 有所關聯 所以我們這個教材裡面舉了一位人物 叫做山路肅行 這一位山路肅行他其實是 一開始是在東北那邊有一個叫做惠金的地方 他也不算是五世 嚴格來講他其實是叫做是一個浪世 可是這個人很了不起 他做什麼像什麼 所以他自己在求學的過程也好 或者是在五世社會的這個環境裡面 長大的過程也好 他事實上是有他自己的獨特的一個這個想法 還有一些他的成果其實都出來了 所以山路肅行又被稱為 冰學家 冰學 也就是說其實五世有時候會面臨到 去打仗的問題 特別是在德川之前的戰國時代 更是明顯 那這個時代當然是很和平的時代 可是他們對於自己所謂一個反 也是必須要保有自己軍隊的實力 守住自己的一個地方的實力範圍 所以還是要有這個冰學這種東西 他自己研究了一套出來這個冰學 那這個是冰的話其實就是五的部分 同時他也學到了一個文的部分 這文的部分他其實很重要的 出了一本 這樣子的一本書 這本書非常重要 叫做《聖教要路》 這個聖教其實就是講孔子的思想的 那他甚至有去批評到諸子學的 他是有去批評到諸子學的 好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因為我們知道諸子學在將軍府 在德川幕府的 也就是在當時日本的政府是官學的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不是只有顯學而已 他是政府官方的學問 那你要去批評他的話 等於是如果是以戒嚴時期的話 就是你思想有問題 造反 抓起來官的 大概是這樣一個人物 可是他也不怕 他就寫出來了 因為諸子學裡面有很多適用的思想 但也有很多太理論 太玄的 不適用的思想 所以他這個聖教要路是比較實用性的 基本上有一些對諸子學是帶有批判的 這樣子一個作品就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他成名的地方 後來他當然從浪世一躍而成為文武雙全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思想界主導的一個人物 那我特別說明就是這個山路樹形他 其實跟各位很清楚的 水戶房門的那個主角叫做 德川光國 徳川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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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戶 水戶 那他跟山路樹形兩個人 其實應該說是青梅竹馬 那去年有一本書剛出來叫做《光國傳》 我到京都去開會的時候 到書店去逛了一下 忙裡偷閒 他就擺在上架最顯眼的地方 其實有一本非常厚的 寫著《光國傳》 那我只要看到跟我研究相關的這個書 馬上就會買 當天就買下來 本來晚上還有行程 翻了一下 我就取消跟人家吃飯的行程 就跑回去那個旅館 連夜看到天亮就把它看完了 因為太好看了 太吸引我了 這裡面就講到一段 光國跟山路樹形的 小的時候青梅竹馬的那個階段 兩個人接觸了一些對話 這個對話裡面基本上 其實我剛剛提的是山路樹形 他還沒有成立以前 他是一個浪士 也就是居無定所的一個人 可是他卻是跟這個光國是好朋友 年紀都很輕 他們一起喝酒的 所以其實他 我讀的感覺是他要來投靠光國 光國也很喜歡他 那看來那內容是無所不談的 可是到最後光國沒有辦法接受他 沒有辦法接受他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他批評了柱子學 那各位知道水戶德川家是什麼 御山家之一 五山家 五山家是什麼 德川的後裔 有沒有 水戶還有哪裡 五阿里 偉章 就現在民谷 還有一個什麼 紀伊 紀伊 就是現在的和歌山 這都是信德川的 這三個凡其實是直俠的 也就是說御山家這樣 所以他等於是德川的一個直系的 一個血統下來的 那他們的所謂的最主要的這個母法 是什麼東西 柱子學嘛 但是你三路塑形 你寫了這麼一本書 來批評我們的這個主法 在我的立場上 公私分清楚以後 私的我們是朋友 非常好 公的話 我這個水戶德川 對不起 就我沒有辦法接納你這樣 那三路也覺得說 好朋友歸好朋友 理念是理念 你既然沒有辦法接受我 那咱們就分道揚鑣 各走各的路 所以就各走各的路 他當然後面他自己有一套他發展的一個想法 最後他當然是非常有名的一個知識分子 德川光國 當德川光國把一位非常有前途 而且對他如果把他接受下來 在水戶凡 擔任他的護手 或者是跟他一起打拚的話 那應該是有加成效果的 可是他竟然把他趕走了 那這件事情就被我研究的這個人物 因為朱順水當時其實是他的老師 他稱朱順水是老師這樣子 朱順水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當然不是很生氣 但是就很坦白的告訴了德川光國說 你沒有辦法接受不同理念 不同聲音的人 對於你將來水戶的發展 學問的發展 不是好事 你把一位人才給趕走了 我必須跟你表示這樣的一個意見 那我相信光國其實他也知道 其實是沒辦法 剛剛講到那個 抵觸到他的主流學問的思想 主張的這個問題 他必須很無奈的去堅持這樣子 也許他內心也很痛苦這樣 然後又被老師指出來以後 他更難過了 這是一段發展這樣子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江戶時代五四道裡面 山路塑形這個人物是不會被忽視的 他是會被提出來講的 你就知道其實他最後的發展 是有他的一個地位 我就不講得太複雜 大概我們就回到這個教材裡面來 所以這個五四道的理念 他是有一個體系化 在體系化的過程裡面 他是在教養人的倫理 教養人的倫理往上面去看 其實有一個儒教思想的一個系統 在那個地方 所以五四道他如果離開了戰場 事實上他其實是維持社會秩序 非常重要的一道看不見的一個思想 那五四他只是一個有形的人物而已 著重的是在精神修養上的一個規範 所以山路塑形他說五四道的思想是什麼 叫做四道 那之前也許我也跟各位講過 五四道他五四他配有這個劍有沒有 配有刀 可是最上層的五四 一輩子是不會把刀拔出來殺人的 那個是最厲害的人 不是說你公屋很好 然後看到你不滿意 看到你的敵人就砍就砍就殺 這樣子的五四其實不是 五四道所解釋裡面最高境界的人 不是 他有一把長刀一把短刀 其實幾乎二十四小時是不離身的 是放在枕頭旁邊 可是他不是用來殺人的 是用來修心養性的 是用來保護主持的 大概這樣一個概念 那因此五四道的一個思想的最頂點就是說 君要我死我不敢不死 沒有理由 因為你是我的祖君 哪怕我明明知道你命令我去死 其實是錯的 我還是要去死 講的是忠 也許是愚忠 但是他是精神所在 所以死の覚悟 這是一個 然後健身的精神 就是說他把整個人其實是奉獻給主子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 這個 ハガクレ 夜淫 夜淫這本書其實也是提到 五四道的東西相當多的 我這邊有注音 他不太好讀 唸成 ハガクレ ハガクレ 其實基本上他這裡強調的五四道是甚麼 就是覺悟 死 對死這個根本不怕 有所覺悟 這是當時在九州 胡剛再下去的一個縣叫做 Sara 這個地方 Sara出生的三本長草這一個人他所寫的 這是奉公的精神 是不怕死的這個精神 這樣子 那這個是在江戶時代主流的五四道的精神 那一直延伸到近代以後 也就是說這個西洋的勢力進來 我們常說近代這個Modern Modern這個近代到底時間點怎麼切 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比如說我個人的解釋 我認為很早從16世紀 這個產業革命開始 我覺得就可以成為近代了 但在日本把近代跟所謂的近世 那個叫Early Modern 這個東西叫近世 如果是跟中國的時間點對比是 應該是明清 明末清出那一段時期 我覺得這個每一個家都有自己的一個判準 我不去批評說哪一個是說法是對 或哪一個說法是錯 那如果根據日本的講法 他就是1853到54那個佩利 就是太平洋艦隊去叩關日本之後 那基本上日本就稱為近代 這個之後就被稱為Modern 那近代以後呢 五四的這個身分其實慢慢消失 後來其實就不見了 所以五四道就轉型為一般老百姓的一個教養當中的 國民道德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這個國民道德 這個國民道德裡面不可能排除 這個時間點以前的一些五四道的思想 所以裡面還是有很多傳統的一個道德的觀念 被教養下來 一直到現在 我跟日本人接觸了三十年了 總有一個感覺 其實跟日本之間有一個 最重要的是什麼 信賴的關係 誠意的關係 信賴跟誠意而已 在我這三十年跟日本的交往的過程裡面 我深深的體會到這兩個字 他其實不需要去法律去規範他的 不需要去這個約定的 不希望簽條約的 其實都不需要 就是說 彼此之間的信任度如果夠的話 其實這個信呢 是一輩子的 是一輩子的 那你要達到這個信的時候 你一開始要用這個東西來做 就是乘這個東西來做 那你要讓對方知道 你是一個非常有誠意的人 非常有信用的人 他願意跟你交往的時候 不是一天兩天 不是一年兩年的事 當他已經判準 你已經達到他的標準裡面的 誠跟信的時候 我跟你講 日本人是為你兩樂差道 絕對是非常的跟他合作 或者是你跟他交往 非常愉快的 這個是一點 那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日本人在交談的時候 其實我的經驗還有交涉 我們在交談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我們談了很多姐妹校 談到姐妹校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原則我們要去注意到 就是對等的關係 如果這個事情不對等 不要說跟日本人 其實跟一般的同學之間 人跟人之間 只要有不對等的話 不公平的事情出現 我相信那個事情就不會長長久久 所以因此我們不能要求人家過分 比如說我們台大送留學生出去 到會校要十個 然後你只要人家來五個 就差了五個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都不好 相反的也不好 然後我們的學生派到你們學校去 希望你提供宿舍 OK 人家提供了宿舍以後 人家的學生來到我們台大說 沒有宿舍 自己去找房子 這樣可不可以 也許一開始一次兩次人家可以做 後來會出問題 所以這是對等 只要對等原則的話 其實都非常好談的 這個是 我覺得這樣子的國民性 可能是隱約的 在這個傳統的教養裡頭是有的 我個人認為現代人也會去談 所謂 那個就是五四道的精神嗎 經常有人這麼說 那你也不能去否定他說 沒有道理 延伸出來其實還是回歸到 這個東西對不對 好 這個是有關於五四的這個部分 那 因為時間有關係我們也不能講太多了 我們再看下面有一個新舊 新舊我想各位都知道 其實我們中文叫什麼 殉情 對不對 就是男還女愛 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在現實的社會家庭 所有的環境背景之下 不允許 不允許的時候 怎麼辦呢 繼續愛 可是呢 這是不允許的 在一般事實的眼光裡面不允許 然後那最後就兩個因其死吧 性情 這樣子的一種觀念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其實慢慢的就出現了 殉情的時候其實有一個 我認為從 可能是 中國的話是子婦為婚吧 那在日本的話 可能就是有媒素之言 有那個中間有人介紹 這樣一個婚姻的關係開始轉變到 其實我看了對方我喜歡的時候 那兩個人自己男女之間很自然的去交往 將整個過程演變下來的 所以這個在演變過程裡面碰到很多 沒有辦法讓周遭的環境所理解的時候 男女之間就是很痛苦的 尤其是戀愛感情這種事情 自古到今天 今天有沒有殉情 還是有 你不要以為今天就沒有殉情了 那就看你怎麼樣 對情 對戀愛 對男女之間的感情這個事情 你是用什麼標準去判準它而已 有的人看得很淡 沒有關係 交了男朋友 交了女朋友 不行 催了拉倒 我再交吧 沒什麼 可是有的人交了一個以後 如果分手了以後 搞不好他愛他一輩子 一輩子不會結婚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辦法接受第二個人 也有這麼細凍的人 有沒有 有啊 但是這個完全就是看你自己的 所以有這個心中就是心中這個東西拿出來 那這個東西把它搬到舞台上去就很好玩了 我們繼續看後面會告訴各位 有一些被搬到舞台上面去的 看104月 那現在我們講到德川時代的 有關於Geno這個部分 那Geno我們之前有介紹了 好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各位看這個PowerPoint就非常清楚了 我就不再介紹 基本上一個是Kafuki 那Kafuki大概我們介紹過的就是 有Yuzio Kafuki 然後Wakashu Kafuki 然後最後演變成這個叫做Yaro Kafuki 那這個Kafuki就請各位看這個104月 下面還有一個是 我先把Kafuki另外 他在演的時候其實有兩個重要的一個系統 一個是是文的 這文的其實是 談戀愛的 以戀愛的故事為主軸的 這個Kafuki 基本上叫做Wakashu Kafuki 叫做Wakashu Kafuki 那這個Wakashu Kafuki 基本上就是 比較柔的 談情的 談戀愛的 這個部分感情世界的 要柔和的 那這個大概以這個Kamigata 這個京都大阪地區這個為主 那相對還有一個叫做 這Aragoto Aragoto其實就是舞的 他出來表演的就是這個 比如說戰爭啊 描述戰爭啊等等的 是比較我們該怎麼講 如果以電影來講 它是Action那一種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以 江戶這個部分 我們來可以把它這樣子區分 那這個比較有名的有一個板田 其實他們都有世襲的制度 就第幾代 第幾代會一直延下來這樣子 那這邊Aragoto這邊有那個一朝 四川 已經延到第十幾代吧 各位上網去查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大概有這兩個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可能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 這個字 在105頁這個地方叫做Oyama 各位可能也做一個了解 什麼是Oyama呢 其實就是男演女 因為女的後來都不能上演 都是男的人上去演 可是他要演的比女性還要女性的 一些動作 一些技巧 那一種角色叫做女型 叫做女型這樣子 這個也有很有名的一些傳統 就是對女型這個部分的男性演員 得到觀眾喝彩 叫好的 其實也帶有人在這樣子 那我們還要看幾個部分 也就是Kabuki的主角上去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幾個部分 一個是她的化妝 化妝那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她算是一種藝術 她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畫 也不是女性說我出門的時候 自己看著鏡子然後塗一塗 就可以出門了 No 不是 她想有專人去 你是什麼角色 該怎麼塗 那是很花時間的 所以化妝的方法裡面 還有這是一個各位可以去看 再來一個就是她的服裝 是紋的跟無的 在服裝上面其實都不太一樣 她不是表現的各有千秋 你一看你就知道說 這個時候應該是所謂的 或者是阿拉妝 馬上一目瞭然就會讓你知道 另外是她一個舞台設計 各位看一下舞台設計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裡有一個叫 哈拿密集 這兩旁是觀眾 然後她可以到這個地方來演 那這個是舞台構造裡面 她延伸出來走到觀眾席又走回去 這樣子的一種設計 其實是希望說跟觀眾這個 怎麼講大成一片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 Takaratsuka 寶總有去看過的舉手 或是現場 現場有 很少人去 曾經來台灣演 各位知道嗎 演了一個很風洞 好像是今年還是明年又要來演 那如果各位去Takaratsuka的話 其實可以去看 舞台這個部分其實它也是一種藝術 主要就是說讓觀眾能夠很近距離的 去看到這一些主角他們在演 而且近距離的時候 你還可以看到她的整個造型的藝術 還有服裝 包括她的化妝等等 這是他們的設計 所以這個Karatsuka其實在發展到江戶中期的時候 非常的得到一般老百姓的一個喜歡 所以江戶也好 大阪也好 京都也好 他們基本上慢慢就往那個演劇這個方向去發展 那是怎麼講 跟庶民的一種魚性魚樂結合在一起 那這邊有很多比較有名的歌舞記的一些作品 我就不念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包括那個新酒物 新中物有沒有 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 下面我們可能再介紹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在銀座 這個其實是剛蓋好的 剛重新翻修 翻好的一個 東京小孩的一個歌舞伎家 應該兩年不到吧 記得 翻新的話 這個比較舊的 上次給各位看過了 好 那接著下來還有一個叫 靈座 比較舊旅 這個東西可能要跟各位也做一個介紹 靈座 其實它就是木偶 木偶 那 木偶 靈座就是 木偶戲 或者是 木偶劇 應該可以這麼說吧 事實上Gioruri他起源也滿早 在十五世紀就開始 他是以一種這個說唱的方式 來表示 來表現出傳統的藝術 最早是有那個 各位看一下 105月最下面有一個Biwa Hoshi 有沒有 他其實是眼睛看不到 就是盲人在這個Gioruri的表演 裡面他拿著這個琵琶在伴奏 伴奏的時候他就是微微道來 去講了一段故事 這其實就是文樂 我們現在看PowerPoint裡面有文樂這兩個字 早期文樂的一個由來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麼到了十六世紀 他就加了一個樂器 這個樂器叫 Sami-san 很獨特的日本的傳統的樂器裡面 其他國家好像很少看到 所謂的Sami-san這樣的一個東西 這個Sami-san什麼時候誰開始的 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來源 但他知道是十六世紀左右就有人把他引到日本去 因為他的音色是非常的特別 他彈奏出來說你悠揚的時候他可以表現 感傷的時候他也可以表現 事實上他那個皮 Sami-san有一個這個要有三條線然後要彈出來 他另外有一個好像骨的東西有一個皮 那個皮是蛇皮 蛇的皮 而且要應該是緊蛇 很大一隻的蛇的一個皮 完全不能用縫的 他是整片好好的這樣 你不能用去剪接的這樣子 所以據說Sami-san如果是純蛇皮做的 那是非常非常貴的 所以聲音他是比較有特別 所以這個後來就把他這個投到這個文藥裡面去 受到大家接受 那還是一樣 他是在這個京都延伸到江戶去 我看看 這邊還有一個叫易大夫或是易大夫 這樣一個名詞 十六世紀後期的時候 這個Giorului第一次被運用在這木偶戲劇當中 那詳細的年代 我們說祖本益大夫 祖本益大夫 他是在1684年的時候 在把這個Giorului 用說唱表演的這個方式 第一次在大阪有個地方 也許各位都去過了 Dodonbori 有沒有 道頓爵那個地方 開始開設了他自己的一個 木偶戲劇的一個劇場 這個劇場就叫主本座 ZA 是一個ZA這樣子 那之後這個主本 他又跟前面我們介紹的這個 Chikamatsu Monzaemo 結合在一起 他們兩個聯手起來 創了這個 Ningyo Yururi 再創一個高峰 那這個Ningyo Yururi 他們兩個結合起來 再創高峰 就是後來我們現在稱的叫什麼 文樂這兩個字 文樂 我們可以看到 請各位打開第106頁這個地方 也提到文樂這樣一個情形 那特別是這個Chikamatsu Monzaemo 他在敘流裡的敘述當中 大部分都是具有歷史性的 或者是帶有傳奇性的色彩的 他是把傳說中的英雄 用木偶劇這樣一個方式 寫了劇本然後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稱為 時代物 稱為時代物 那時代物呢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 就是歷史劇 歷史劇 這個是一個 另外他也創了一個比較新的這個木偶劇 叫做 社會劇 社會劇 我們又稱為社會劇 社會劇 這個社會劇裡面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新舊 比如說很有名的 社會劇 社會劇 這個就是社會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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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個東西 那這個是一種新的這個 所謂的木偶劇的一種創作 那是不夠了 那這個社會劇又稱為正名劇 這個中文也把它翻譬 一般我們說市民 市民劇或者是正名劇 就是一般老百姓都可以接觸到的 所以它是一種比較新型的這個木偶劇 那一種是虛構的劇本 一種是寫實的 根據寫實 根據真實的事情去 以寫實的手法 去把他用木偶記的這個方式 很生動的反映出來 當時社會的現實的一面 所以他的風格其實有多重性的一種風格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非常受到當時代的關注 那比如說 申請這個作品在1703年 也就是18世紀一剛開始的時候 它是暢銷全日本 應該以我們現在來講是Bestosera 成為一部巨著 因為當時我想非常吸引人的 應該是感情世界的無解的那個東西 用這樣的方式去表現出來 所以就是Shinju Mono 這個東西 是社會劇 所以以剛剛講的這個歷史劇來講 就上次我有提到 那個力馬子 門哉門他有一個作品 就在這裡 是國性的合戰 這本 這個劇本其實也是相當有名 他提的是鄭成功這個人物 鄭成功這個人物我想各位應該不陌生 可是鄭成功跟日本的關係啊 各位是不是很了解 我不知道 我簡單來做一個這個補充介紹 大家知道他的爸爸鄭之龍 在應該是16世紀的後半期 整個這個中國海域裡面算是做貿易非常強勢的一個正式集團 那他因為往來做三角貿易 從中國那可能到東南亞去 繞到台灣來 然後進到日本的長崎 有到貧戶去 其實一早起是到貧戶 各位知道貧戶啊 Hirato 是日本最西的一個地方 鄭成功是在這裡出身的 那他認識了 這個鄭之龍認識了那個日本的女性叫田川氏 田川 結婚以後生了鄭成功 他還有一個弟弟 弟弟一直留在日本 他沒有回來 他的後裔後來是擔任日本的外交官 那他到七歲的時候都一直在這個貧戶這個地方 七歲之後才回到中國去 那後來鄭之龍呢 等於是說向清朝投降 當投降以後他還被清朝給殺掉 鄭成功他覺得他其實忠孝奔兩全 當鄭之龍被殺掉以後田川氏呢 他就上吊自殺 所以爸爸媽媽都死掉以後南明 其實那個時候叫南明的一個政權 也就是說明朝其實真正的明朝在1644年的時候 就已經結束了 明朝就是最後一位叫崇禎皇帝哥 他在眉山致意以後他就上吊自殺了 之後這個叫南明這樣一個政權 那這個南明到什麼時候呢 到1683年為止 這個南明政權等於是台灣的政權 就是說等於是分開來的 大陸是大陸 台灣是台灣 台灣有一個南明政權那個基地 就是鄭氏這個家族這樣子 那1683年以後又回去回歸清朝的一個統治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1895年馬關條約各讓給日本 各位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1895年日本一直統治到我們到1945年為止 有沒有 我現在要講先把這個歷史的時代 讓各位回憶一下 到1949年的時候蔣介石的政權來了 有沒有 民國38年的時候 我現在就是說 那正式的一族在台灣的時間點 是這個時間點 可是它影響到後面 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的這個時間 都還在受到影響 因為鄭成功他跟三個地方有關係 出生在日本 跟中國有關 跟台灣有關 所以很少有這樣人物 他是日本人心中的偶像 是台灣的民主英雄 是中國大陸的崇拜的一個人物 所以沒有人反對他 沒有人罵他 那日本在殖民統治的時候 其實他還做一個利用 就是把鄭成功的這個應該是供奉他的廟 直接變成什麼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開山神社 這個開山神社是日本人到台灣來統治的時候 非常早期的時候 把鄭成功的廟變成開山神社 其實是有用意的 為什麼 因為當時馬關條約簽訂以後 日本軍隊要來接收台灣 其實台灣人並不是很願意接收 所以為了統治 為了認同 其實鄭成功也被捲在裡頭了 那所以說這個鄭成功的故事 從這個奧仙亞跟仙受到很 大家重視以後一直大家 日本也好 台灣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對鄭成功他一直都在描述 我們要附帶一提的就是說 各位部長有沒有去想到一個問題 鄭成功所謂趕走荷蘭人的時候 他跟荷蘭人之間到底是透過什麼語言在談判 有沒有去想這個問題 荷蘭人基本上不會講中文 我相信鄭成功也不會講荷蘭文吧 所以中間已經透過密書啦 翻譯雙方 一方可以了解中文 一方可以了解荷蘭文去談判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荷蘭的文獻 荷蘭在統治台灣的那段期間所留下來的文獻 基本上都是用荷蘭文寫的 而且保留得很好 這些荷蘭文最後呢 就被他們拿回去東印度公司 然後真正的送回去到荷蘭去啦 所以一直到現在荷蘭的像萊登大學啦 等等比較有名的學校裡面都有鄭成功的文獻 其實是荷蘭統治台灣的文獻應該這麼說啦 這裡面有貿易的 有歷史的 有人物的 有思想等等很多很多 那我們再回到台灣大學 跟這個有關係啦 台灣大學在1928年台北地大成立了以後 有一群人在做歷史的研究 就很多人到那個荷蘭去把原始的文獻給他找出來 或者是用照相機把他照出來 那個時候的照相機不是像我們現在那麼好的照相機 技術那麼好 它應該是微捲這種東西 要照起來又要洗啊 什麼很麻煩的 也不是馬上可以保存的這樣 據說照了兩萬五千多張回來 那這些呢 都是用荷蘭文寫成的 用荷蘭文寫成的話 那就要去把他解出來啦 不然的話 誰有辦法去研究他啦 因為我們講到就是說 那個 鄭成功這個人物其實在當時的東亞的 重要的據點裡面 其實大家關注的人物一直延伸到 在文化史上 他也是有影響的一個人物這樣好 那我們看這個劇場 我們提到那個 Sonezaki 新酒 很暢銷了以後 其實這個後來演變到所謂演劇了以後 其實他們有競爭啦 就是1703年的時候 這個竹本義太夫 有一位徒弟 有一位徒弟叫豐田契海英 不是有一個大夫座嗎 剛剛提到座有沒有 然後這個豐田是他的徒弟 他就跟老師打擂台 創了一個豐田座 豐田座 兩個就對了這樣子 那其實兩個競爭 只要有競爭就有進步 所以對整個那個所謂的木偶劇的發展是非常的正面 比如說他木偶其實一開始可能眼睛不會動啊 嘴巴沒有辦法髒啊等等 演變到最後就是眼睛可以動 然後嘴巴可以張開 那你在看我們台灣的布袋戲有沒有 其實現在布袋戲 這個 金光相相水 去千條 我現在都不想看 我還是想回到我國小國中 那個時候的黃鑽雄 寶貝語 那個時候真的是用手然後用他腳這樣子在演的 那個時代我覺得比較真實一點 現在不是 現在完全是靠電腦合成的 有沒有 已經失真了 但日本木偶的劇 他真的是真的是怎麼樣去演的時候 他已經涉及到那個眼睛 要他砸起來他就會砸 他不是電動的 而是人去 把他砸掉了 然後嘴巴要張開 他就會張開 發展到這個就是變成活動的這個木偶劇 而且他的操作 我們可以看 他不是一個人 他是三個人 底下一個 旁邊兩個 同時要配合很好的默契去操作 所以真正的我們看了說 喔 這樣子的一個場景 我們使徒手呢 怎麼打 那幕後的工作人員其實蠻歡天的 各有各司其職 各有自己的一個娃娃在那邊 不過大概發展了60年左右吧 1760年代左右就慢慢就消失了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也看到這個文藝這樣的一個名字 這是在文藝十九世紀初期的時候 在大阪 就是說原來 竹本座跟豐田座他們競爭的這個地方 開辦了這個小型的劇場 一直延伸到現在國立文藝紀廠 就是有一段演變的一個歷史 所以現在稱為這個文藝座 文藝座 那它有一個發展的一個時期 是這樣子過來的 我們講到文藥的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說文藥事實上各位可能不知道 在2003年11月的時候 就被教科文組織聯合國的UNESCO 指定為世界無形的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有兩種 一種是有形的 一種是比如說金閣寺之類的 它是有形的文化遺產 但是文藥這個東西被稱為無形的文化遺產 是被認定的 被認定為四大古典 日本的古典戲劇旨意 所以文藥主要三個藝術的要素所構成的 我們再回憶一下 第一個是說唱 第二個是什麼聲 那第三個是木偶 大概這樣子 所謂泰呼其實就是說唱的意思 說說唱唱這樣子的一種情形 這是一個 第二個這個 蝦米謙本身樂器的一個發明 跟他的聲音配合那個演奏出來的一些 怎麼講 情境的表達 這又是另外一種情境 就是說他用很悠揚 甚至於很悲傷的一種旋律 來表達被演出來這個人物裡面的心情 這樣子 他附給這個文藥其實有更大的一個發展的空間 所以這個東西給人們其實是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印象 還有一個發展 還有一個發展 這個是有關於文藥的這個部分 我就跟各位介紹到這裡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看 106月 接下來我們看 中城障 裡面也有是演這個中城障的部分 中城障的這個故事 各位都不陌生 就在 現在來講應該靠近神戶那個地方 叫兵庫縣 兵庫縣那個地方 有一個稱為赤會的地方 赤會唸成阿庫 那赤會那邊有一個這個 凡的凡族叫做阿薩諾 他去 得罪 另外一個 這個重要的人物 叫做 吉良上野 這個 這個人這樣子 那麼後來因為 他得罪的應該是非常有權勢的人 可是他是受到委屈了 但是他把人家殺掉他自己也自殺了 可是他有徒弟 這些徒弟就我們應該講說 不到那個月王勾見所謂握心長膽 但是就是說 自己的組織冤死了以後 我必須去報仇這樣子 這個也反映前面講到那個 所謂的武士的忠的表現 所以叫忠成照 忠人蔵 所以這裡面後來他們到前野家去 去報仇去 去取人家的人頭 然後去多少 47個人 把這事情做完以後 後來都被幕府抓起來了 而且幕府命令他們要自殺 所以這47個人就為了阻止就自殺 那這一段故事就被後來的日本人 用很多不同途徑 包括文學的作品的表現等等 把他發揚出來以後 就成為所謂的 忠成葬這樣一個故事 那其實最早期是 我們看106月下面 在1706年的時候 千賀末文哲文 把這一件所謂的 悪法事件 作為一個背景 他寫了一個叫 基盤太平記 這個基盤太平記 就是忠成葬的前身 可以這麼說 那延伸後來的忠成葬 那受到好評以後 一直到1748年的時候 吉喀末文哲文的一個徒弟 叫做タケタイズモ 這個人 以忠成葬為一個提本 一個藍本 收集了很多 然後再編了一本 這一本 叫做賈民首本忠成葬 卡納勒奮集人葬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後來成為 林優如理跟歌舞伎的一個腳本 上演以來就受到 非常好的一個評價 大概也是這樣一個過程 這個是以上第三節我們提到的 有關於原路時代的 這個藝能這個部分 我想就介紹到這裡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有幾張圖片給各位看 左邊這個是林優如理 那右邊是那個祖本邰戴夫的墓碑 那看左邊這個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文樂的這個劇場 它有一個歷史的一個演變 右邊其實它就是一個林優 還有還提這個造型都非常的 怎麼講 栩栩如生 國線亞合線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一直流傳到現在 都是很有人氣的一個作品 那右手邊就是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四十七義式 透過那個 《雞卡末文哉夢》這樣一直演變出來的一個作品 這個也是《林優夢》 好 以上是第三節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有關藝術的部分 那藝術我們大概跟各位介紹兩個部分 一個是美術工藝 一個是建築雕刻這個部分 那原路時代繪畫陶器雕刻 美術的跟工藝這個部分 其實表現出來的是 怎麼講 非常的蓬勃的發展 那這裡面有一個特別要介紹 就是《烏基歐園》的一個流行 《胡適會》的流行 《胡適會》顧名思義是在做什麼 就是對於當時代的一個社會的風情 民俗 習俗等等 他用圖畫的方式去給他表現出來 那以前在比較戰爭的時代 也是《烏基歐》 那個寫成一個憂愁的《歐》 可是這裡的《烏基》是浮起來 浮世 意思就是說它反映出來的是很多層面的 是很多領域的 不同的一種反映的社會現象 而用繪畫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一種描繪當時代的 日本人的生活的一個風俗的一種版畫 那其實蠻多的啦 創始者是這一位 林川思軒這個人物 石川 物能武這個人物 那它有一個代表作就是 米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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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張 米蓋里 怎麼講 回眸一笑 是不是 回眸一笑的美人圖 其實是它的代表作就是 這個是一個 那工藝的部分其實也有很多 比如說這個歐瓦塔庫林 尾形光林 它有屏風 有那個十字立馬庫 這個就是十字立馬庫 各位看一下 拉丁去做的 其實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馬基耶 漆漆有沒有 它用很高明的 很細膩的那種技術 去把這個馬庫的 這個箱子的外面 做了很多這個工夫的 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是有關於這個 所謂彩色的 陶器 一樣是歐瓦塔 有一個叫ケンザン 他的弟弟 做這個陶器裡面 把他上色 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的一種紋路 在當時代的這個 所謂社會陶器 也非常的有名 我們知道陶器也好 瓷器也好 稱為焼物 燒物 就是燒物 所以它們有什麼什麼燒 比如說 賴腹內燒 就有賴腹內 焼物 有沒有 九州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 阿里達焼 伊馬里焼 伊萬里 或者是有田燒等等 很多啦 其實這個燒不完太多了 那麼中國大陸也有很有名的 這個景德 有沒有 景德正的一個作品 我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日本的陶瓷器 他的技巧 騷擾的技術 還有出來以後像這樣子畫的這個東西 可能青春也來 生涯 不被景德正的還差 就是滿細緻的 將來各位可以去看 下面就很多了 我就不再介紹 另外還有一個在京都裡面有一個 那個染布 就是染布 有沒有 像 Yuzen Zome 它是非常有名的 有產染 有沒有 這個其實不是只有京都而已 各位將來如果有機會到那個金澤 金澤去 非常有 非常好 金澤裡面的 它很多藝術的作品 它其實是都用金箔去香的 用金箔去香它 那各位知道 Kanazawa是在哪裡嗎 Kanazawa如果是江戶時代 其實它是Kagaken Ishikawa 這個地方 那最有名的一個城市叫做Kanazawa 金澤 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其實如果就這個 怎麼講 藝術的一個發展 其實它是 尤其是金箔這一塊 可能可以避美京都 甚至於朝業京都 那種感覺 可以去看一看 那還有這個染的這個部分 京都的所謂的金油產 金澤的所謂的家賀油產 這都非常有名的 那我們繼續下看建築的這個部分 土廠造 這個是一種建築的一個 那個特殊的一種建造的一個方法 各位可以看這張圖片 就是在牆壁上塗上這個泥土 那麼這個東西其實看起來好像是房子一樣 其實有很多是當作倉庫來使用 它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倉庫的建築 讓各位了解一下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雕刻的部分 雕刻的部分其實也是跟這個特別是佛像的雕刻 這裡就提到僧侶對佛像的一種雕刻的技巧 各位可以看 你看這個也是在原路時期 它是算是蠻有名的一個藝術的一個作品 叫做佛教藝術的一個作品 雕刻裡面 具有獨特的一種藝術性 還有在精神上 它也是一種文化上的一種寄託 那以上我們再介紹原路 其實原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史發展的一個時期 所以我特別花了很長的時間 給各位來做一個介紹 它的層面很廣 那就以上的這個介紹 其實有一個靈魂人物 我們回到前面的開場牌 就是丁仁 各位還是要回想去丁仁這個 這個 怎麼講 這個人物 丁仁 因為他是做生意有錢 我說我稱為豪商 但是他願意把他拋磚引玉出來 做一些文化上的公益事業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五世世界的當中 其實他脫離了所謂古家文化 就是早期的公家文化 古家就是朝廷 脫離了朝廷的文化 然後在五世的這個階層深耕發展 可是他普及到庶民這個階層 更是我們用這個輝煌騰打 也許不太適用 但是大概是這樣一個場景 我想這個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好